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两天在计划制作美国运通信用卡的申请教程 先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泄密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期视频的教程和我之前的教程有个很大的不同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做教程的一个样子 首先我们来到Google voice的后台 点击这边的解锁 需要支付3美元 解锁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下面的语音通话 点击拨打与接听 然后设置一个PN号码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因为是后面转移号码要用的 是不是前后对比一下就有天壤之别的差距了 首先之前的教程是采用了最基础的录屏的方式 然后在重点的地方用红色的圆圈框起来重点 但是整个画面就显得非常的呆板 单调 美国运通的视频 大家是不是看起来就感觉比较高大上 首先这个视频使用了大量的缩放和扩大的过渡动画 而且每个过渡动画都非常的自然 在鼠标点击的位置 画面会进行放大 能让大家清楚的看到我点进了哪里 而在页面往下拉的时候 画面又会自动进行缩放 能够让大家更清楚的看到整体的页面 这样子的教程是不是大家会觉得重点更加的明确 画面也更加的精美也更加的吸引人呢 那么这样的画面是怎么制作的呢 传统的方法是要在视频剪辑软件里面 手动给移动的位置加上关键帧 而且每一步操作都要加非常的繁琐 非常的费时间也非常的考验耐心 我自己是没有耐心去做这么枯燥的设置 而今天的录屏操作 我使用了一个软件叫做Screen Studio 而这个软件能够以全自动的方式 在我们录屏的时候 根据我们鼠标的移动轨迹 自动加入缩小放大平移等操作 准确率几乎是百分百 使用这个软件螺丸屏 几乎不用再进行调整 直接导出就能达到前面我演示的效果 非常牛的一个软件 接下来就向大家演示一下 Screen Studio的使用方法 其实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去打开软件 在这边有两个选项 其中左边的这个选项是录制单一的窗口 比如说我只录制浏览器的窗口 或者说我只录制微信聊天的窗口 右边的这个选项是录制整个屏幕 下面左边是可以选择录制屏幕时候 同时录制声音 右边的话这个功能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可以用电脑的摄像头 来录制我们讲解人的画面 而且这个讲解人的画面是可以通过拖动来改变它的位置的 这样对于我们做教程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功能 然后我们就直接点击开始录制 录制了一段画面之后 点击暂停就会跳出来这个编辑的界面 整个编辑的界面和视频的编辑软件有点相似的 可以看到它的时间轴是有分为两个部分 上面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录制的画面 下面一个部分就是放大缩小的动画 这个动画我们可以任意的去拖动调节它的长度 而且也可以在空白的地方添加新的动画 这个动画就是软件的精髓所在 它会根据我们的鼠标操作的轨迹 来自动的给我们的时间轴打上动画 经过我的使用体验 它的缩放动画的准确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我几乎不用再去做任何的调整 它就能够完整的呈现出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当我鼠标要点击这个选项的时候 系统就会自动的把我这个要点击的位置放大 点击完成之后系统就会把它去进行一个缩小 让我们看到具体菜单的位置在页面的哪里 这个功能简单吗 非常的简单 但是能够如此顺滑的实现这个功能 却又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我真的非常的佩服国外的独立开发者 虽然解决的问题很小 就是录屏一个功能 但是能够把这个功能做到这个地步 能够给我们这样的自媒体创作者 这么大的帮助 又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其他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在左边这里我们可以调整画面的比例 一般的话我们是16比9 如果说做抖音TikTok或者竖屏视频的话 选择9比16就可以了 Instagram的话就是选择方形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视频的需求来具体的进行调整 第二个地方的话 我们点击下可以调整裁切画面 我们可以把画面拖动一下 然后这一段就会自动的被裁切掉 就不会再显示这个画面了 在右边的话 我们还可以调整时间轴缩放 右边第一个是可以更改背景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更改窗口的大小 下面是更改背景的图案 当然我们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来做一个背景 下面的话是调整它的模糊程度 第二个选项的话是可以调整主体的一个圆角的程度 下面是调整它的阴影 接下来鼠标 第一个选项这里我们可以调整鼠标的显示大小 下面的话可以调整鼠标的一个样式 最后一个选项就是动画 我们可以调整动画的轨迹 调整完成之后最后一步导出 导出的话可以选择MP4格式 还有GF格式也是可以的 选择它的帧率分辨率 点击导出完成就可以了 其实目前Screen Studio这个软件的功能并不复杂 但是能够把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功能做到极致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当然开发者也在不断的增加一些新功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开发者正准备开发的功能 比如说在这里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就是 可以通过USB数据线连接iPhone和iPad 从而可以录制iPhone或者iPad的画面 这个功能的话对于我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希望能够早日推出 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很多的其他功能 开发者是正在开发中的 我们也可以点击建议 向开发者提交自己想要的一些功能 如果说屏幕面前的你想要做一个视频创作者 而且视频创作的主要内容是教程类的 需要经常用到录屏功能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跳转到官网去下载试用 绝大多数的创作者只要去使用过一两次之后 我相信就再也离不开这个软件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说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分享我的视频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这视频的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